哈喽,同学们大家好,前两天我为大家分享了一个在跳古典舞的过程当中,如何能让自己的手臂变得更加的柔美和现场,我们举了大三姐这个例子,那么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些好的方法,让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手臂变得更加的有质感。 其实呢,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古典舞表演当中的一个现象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,一个好的作品,一个好的演员在去做古典舞呈现的时候,他的胳膊肘这个地方很少有伸直伸透的时候,这个是为什么呢? 我前两天讲过了,我们古典舞呢,讲究圆的文化,那么我们古典舞很多动作就要讲究一个圆像,也就是说很多手位在去做呈现的时候,我们应该成一个圆弧状而不能过分的僵直。 那么在这里呢,我要送给大家一句古典舞中的厌诀,就是前要见圆,后不见肿,这句话呢,本身是对山榜手的一个要求,但是我认为可以以此类推到所有长线条的手臂动作当中, 比如说拖掌手,我们就可以说内要见圆,外不见肿,再比如说斜拖掌,就可以说上要见圆,下不见肿,所以说呢,这是一个运动规律,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运动规律,相信你的手臂动作会变得特别的优美,特别的修长。 很多同学呢,认为手臂伸得越直,越能体现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,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,那么接下来呢,我就举起个动作例子,让大家清晰的看到,胳膊肘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松弛, 如果不注意的话,就会显得动作非常的僵直。 以山榜手为例,架起山榜手,此时我们要注意,沉肩,垂肘,力打指根,气到指尖。 从前面看,从手指尖到肩膀要形成圆弧形,体现前要见圆,不能够折腕,要把指根推出去。 从侧面看,手臂在身体的斜前方一点,不要向斜后方打开,胳膊肘此时更不能弯曲,体现后不见肘。 从前面看,手臂保持圆弧形,那么下一个以拖掌手为例,举起拖掌手,保持手臂的圆弧形,要体现内要见圆,外不见肘,胳膊肘不能过于弯曲,此时的肘关节也不能过深。 下一个动作以推手为例,手部推出去,要注意,上要见圆,下不见肘。 不能过深,也不能过于弯曲。 双手手臂配合,以斜拖掌为例,舞姿摆好,注意,双手的肘部都要上要见圆,下不见肘。 不能向内弯曲,不能向外过深。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大家下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地思考,好好地练习,你会越来越棒的。